戰爭來的那一天 尼可拉斯戴維斯文 北貝卡寇伯圖 新家會議 水滴文化 喔喔 好多什麼東西 椅子 椅子 有什麼樣的椅子 有不同的椅子 不同什麼的椅子 不同設計的椅子 有沙發的椅子 有沙發的椅子還有呢 有 有小學的椅子 小學的椅子 還有呢 有木頭的椅子 有木頭的椅子 好 本書獻給那些 孤獨五一的孩子 以及對他們伸出援手的人 喔 這一頁發生什麼事 發生了戰爭 為什麼你覺得發生戰爭 因為呢 因為呢這本書是戰爭來的那一天有戰爭 好 那你還看到什麼 這一頁 有火山的圖 喔火山畫的圖 色鮮筆 色鮮筆被怎麼樣 亂丟到地板上 喔為什麼會被亂丟到地板上 因為小孩子都把色鮮筆丟到地板上 為什麼他們亂丟 因為他們 他們 不愛洗乾淨 喔是因為他們不愛洗乾淨 我們來看看喔 為什麼他們亂丟啊 發生什麼事情 戰爭來的那一天 花兒靜靜的在窗台上 爸爸哼歌哄弟弟睡覺 媽媽幫我做了早餐 清清我的鼻子 陪我走路上學 那個早上我認識了火山 唱了一首蝌蚪變青蛙的歌 還畫了一張小鳥的圖 然後 午餐一結束 戰爭就來了 妳從哪裡看到戰爭來了 妳看到什麼東西 可能是戰爭要來的感覺 嗯 就是呢 他 這邊畫的小鳥 然後呢 他 他知道戰爭來了 然後他就 不知道小鳥 會不會 那個他們養的小鳥會不會死掉 然後妳覺得是他的圖畫代表戰爭要來的 那妳有發現窗戶外面有什麼東西嗎 嗯 那是什麼 那是黑的 那是直升機 然後他們是空軍 空軍的直升機 喔 平常會有空軍的直升機在外面嗎 不會 不會 所以 但是會有飛機 會有飛機 所以不太對勁了 是不是 OK 戰爭要來了 就來了 一開始 只是像一陣冰雹散落 然後是打雷聲 很快的 眼前全是煙灰 火焰 還有一堆我沒有聽過的聲音 哇 你看 他很害怕的怎麼樣 爬下來了 爬下來了 他不敢看這樣子 他的聲音太怎麼樣 太大聲了 聲音太大聲了 他的筆怎麼樣 跟作品怎麼樣 掉到地上了 被炸飛了 掉到地上了 椅子也怎麼樣 倒了 因為炸彈的威力太 太強了 太強了 哇 他穿過遊樂場 爬上老師的臉龐 他烘掉所有屋頂 把我住的小鎮 變成碎石堆 哇 好可怕的戰爭 看得到東西嗎 看不到椅子 看得到椅子 看得清楚嗎 看不清楚 我要告訴你 那個黑洞 原本是我的家 但我說不出口 我只能說 戰爭拿走每樣東西 戰爭帶走所有的人 只留下我孤零零的 身上流著血 衣服也破爛了 好痛 好痛 好多人都不見了 是不是 但是後來會 有很多人搭上卡車 他說 我開始逃跑 天氣又濕又冷 處處是泥地 我徒步穿越 在一片又一片的田野 一條又一條的馬路 和一座又一座的山 我擠在卡車後頭 換了幾台公車 我搭乘的船會滲水 差一點沉入海底 我爬上了海灘 有幾個嬰兒倒在沙子裡 你看他從城市怎麼樣 逃出來 然後搭 然後再跑到 搭什麼東西逃跑 搭 搭 那個船 船 船上看起來怎麼樣 很多人 然後船會破掉 很多人 很危險 他說 我不停地逃跑 跑到不能再跑 直到一處塞滿小棚屋的營地 我在角落找到一條肮脏的毯子 和一扇會在風中 咯啦咯啦響的門 可是戰爭一路跟著我 他在我的皮膚底下 在我的眼睛後方 還闖入我的夢裡 他已經佔領我的心 就連我睡覺的時候 都會夢到怎麼樣 都會夢到戰爭 戰爭的聲音 因為白天的時候也在發生 晚上的時候也在發生 心情太怎麼樣 太孤單了 太孤單了 還有呢 緊張 還有呢 還有 太傷心 太傷心 還有呢 太吵了 你聽到很 那睡覺 哦 還有聽到很大聲的聲音會怎麼樣 心裡面很什麼 很害怕 很害怕 是很害怕 他就連做夢也怎麼樣 睡不著 夢到 戰爭 他說我不停的走 想把戰爭甩開 想找一個他沒辦法到達的地方 可是當我往街下 沿街往下走 戰爭就是有辦法讓大門緊緊關上 也有辦法讓人們面無笑容的轉頭離開 哦 他說 他想要趕快逃逃逃逃逃到沒有 沒有炸彈的地方 可是 大家每個人都很害怕 他們看到一個小女孩 身上都是炸彈的煙灰 你覺得大家是會趕快 救他 讓他進房子 還是 先把自己 關得好好的 不要讓外面的人進去 把自己關得好 哦哦 那有人 那要幫助他嗎 沒有 因為他一個人走在路上 然後 很可憐喔 有人看到他 都沒有救他 都沒有救他 因為大家怕 惹上麻煩 大家怕 哇 我也想救你 可是 現在我連我自己都照顧不好了 我都擬菩薩過疆 自身難保 我沒有辦法幫忙你 現在太危險了 戰爭太可怕了 最後我來到一間學校 我從窗戶外頭看進去 他們正在認識火山 唱歌 哇 小鳥 就跟誰的學校一樣 就跟他原本的學校一樣耶 哇 他們都在上課 跟 前幾天的他是 一樣的 可是現在 他們有一樣嗎 沒有 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發生了 小 小 其他的小朋友 然後呢 在學校上課 然後 那個 那個 人就 那個人就沒有學校 因為他的學校 被戰爭佔領了 對 被戰爭佔領 被戰爭的炸彈 炸毀了 是不是 對 哇 他前幾天還跟他們一樣而已 過了幾天 他已經沒辦法正常上學了 他說 我往裡面走 走廊滿滿的是我的腳步聲 我把門推開 所有的臉都看向我 只是 老師的臉上 沒有一點笑容 老師說 你看 這裡沒有礦位 沒有半張椅子可以給你坐 你必須離開 就在那時我明白 戰爭也到達這裡了 哇 連老師都沒有辦法 讓他進去 你覺得如果你是他 你心情會怎麼樣 都沒有人要幫你 爸爸媽媽也是喬喬的 老師同學也是喬喬的 你會怎麼樣 好難過 好難過 還有勒 失望喔 他說我轉身回到小朋友 找到了那個角落和那條毯子 鑽了進去 看起來 戰爭已經奪走全世界 還有所有的人 奪走了原本大家 很善良的人 是不是 現在大家為了照顧自己 都沒有辦法 照顧到別人了 蹦一聲 我以為是風撞開了門 但卻傳來一個男孩的聲音 我帶了這個給你 他說 這樣你就可以來學校了 那是一把椅子 一把我可以坐在上面 認識火山 唱個畫小鳥的椅子 一把能將戰爭從我心裡趕走的椅子 他笑了笑又說 還有我的朋友們也來囉 所以這裡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上學了 所有小棚屋裡面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學了 所有從戰爭炸毀的地方逃過來的小朋友都 可以上學了 喔 棚屋裡的小孩都來了 我們一起走著 踏上一條 用椅子 排出來的路 哇 這是你剛剛一開始看到的那些各式各樣的椅子對不對 有沙發的 有木頭的 有硬的 有軟的 他說一步一步的 就像把戰爭推回去一樣 哇 這一些都是可以坐著上課的椅子喔 好 戰爭來的那一天 戰爭來的那一天 對 對 而